哈囉 現場所有的貴賓還有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Selina 是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看到妳 因為其實之前啊 Selina在那個賽事方面的表現 其實都讓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也真的是 讓當時真的是感動非常多的人 不過啊 我覺得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都有在follow我們Selina的臉書啊 你會發現到 最近好像除了工作之外 分享的都是吃吃喝喝 好像跟跑步已經有一點點距離 這是怎麼一回事 沒錯 實不相瞞 其實我已經封腳大概有 封跑封腳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我自己就是最好的錯誤示範 就是之前因為有米跑步嘛 然後也參加一些賽事 但是我自己跑完就只想放鬆 但是沒有做到真正的放鬆還有舒緩的運送 就是這個部分其實也不能少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累積下來 然後我就爆發了足底筋膜炎 其實很多跑者也都有這樣的困擾 對 那為了希望自己有一天還可以再次的跑步 所以我就休息 然後去接受了一些足底正波的治療 是 那這一次怎麼會想到要參加 因為你這樣隔了一年多 休息了這麼久 怎麼會想到要來參加我們 2018台北渣打工藝馬拉松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我參加的算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接下了一個挑戰 因為這個渣打工藝馬拉松是最多視障朋友參與的賽事 沒錯 我知道適當朋友可以參與賽事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是非常非常訝異的 然後我也很佩服他們 也覺得非常的感動 所以這一次呢我要接下的挑戰 就是我要當三公里的市場陪跑員 所以你要以當陪跑員來作為你的付出嗎 沒錯 這就是我的付出 我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然後為了這個挑戰呢 我也要開始的穿上我的跑鞋和練習 那你的腳沒有問題嗎 可以可以 只是因為已經休息了一年多 其實是還蠻好的狀況 所以在1月28號的時候 會以最佳的狀態來迎戰 沒錯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剛剛有講到 你要擔任我們的這個市場陪跑員 那你的partner 聽說今天也來到現場了對不對 是 她就在我旁邊 我來下去帶她 就是影之 我們歡迎我們的市場選手 石影之小姐 是 那她也是我們這一次呢 Selena的陪跑的照片 欸 影之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個各位掌握跟媒體朋友 大家好 是 我覺得影之有一點緊張齁 我們給她一點掌聲鼓勵她一下好嗎 是 那我想要問一下我們的影之齁 這一次啊是很難得是由我們的帶領 Selena來陪跑感覺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知道 Selena很會跑步 那我其實還蠻緊張的 是 那其實以前呢 就是我們Selena有舉辦了五年的跑步 我都有來參加 五年你都有參加 那你都參加幾K的 其實我跑得不長 就是3K 但是都是以跑跑走走 輕鬆的心情在做跑步 是 對 她剛剛私下就有跟我說 她其實就有點擔心 因為她以前都是這樣跑跑走走 她怕說會不會就拖累你的成績 不會不會 因為我才怕拖累她 你看我們兩個真的是很呃對不對 一開始 都怕拖累自己嗎 是 因為我 因為我是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 他就在大安森林公園就是練習 對 然後我就在跟他講說 這一次我要擔任這個世上陪跑員 他說 世上朋友跑超快的 因為他在練習的時候 他就看到世上朋友就這樣 嗚嗚就是很快速 對 然後他就覺得喔怎麼 就是很訝異這樣 所以我就很擔心說 那這一次萬一我要陪跑的人 他是很在意他的 譬如說他的賽事的時間 是 我就會拖累他 因為 我要訓練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是最佳的 會在訓練 我們是天生一對 真的不錯不錯 從一開始就有絕佳的默契 對不對 自在參加就對了 對 就是要讓他可以很平安 他很順利的跑完這個賽事 沒錯 那其實呢 這一次我們剛剛有講到 2018的台北紮道公園馬拉松 其實已經是我們五周年了 那這次的賽事當中 我們有非常多非常豐富的內容 聽說兩位既然是參賽者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影致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呃其實我在練跑的時候都會跟一些同感 那那個 今年呢 我們10K 有那種就是組合 對 揪團挑戰組 對 是 對 Selina跑過的時候也會想要找朋友一起跑 會 就是 對 因為大家一起去練習的時候 我就會揪團 因為人越多你就會 就是 就算累你就會想停下來 對 但大家可以互相鼓勵 是 然後跑起來我會特別帶勁兒 真的 而且就像剛剛自主練習的時候 你可能約10點 然後時間到 因為別人去你也不得不去對不對 對 會有一點壓力 對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剛剛有特別提到呢 我們就有10K的揪團挑戰組之外呢 剛剛兩位有說要做訓練對不對 我們這一次也有這個高米合作跑者訓練營 所以呢 我們的Selina跟這個我們的影子也可以去參加一下 我們就希望讓我們的跑者都可以有多元的 多元化的參賽方式挑戰組 那 Selina呢 你自己覺得你這一次參加賽最特別的地方是哪裡 呃 我非常喜歡的呢 就是我身上的這件 是 其實這是最經典呢 特別的顏色 而且是為女性設計 是 看我腳好的腰身有沒有 這除了我本身瘦了之外 其實衣服也幫了很大的嘛 然後又是我最喜歡的粉紅色 所以這一次的賽服我很喜歡 真的 終於顧慮到我們的女性朋友對不對 而且我們HOMA的賽服不用說 都非常的舒適透氣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聽說還有別的讓你很吸引的地方 我覺得因為對於有參加賽事的跑者而言 每一次拿到那個獎牌的時候 都覺得非常的有紀念意義 而且你只要看到獎牌 你就會想起這一次賽事的點點滴滴 所以我也很期待這次的獎牌 剛剛總經理有提到對不對 上面有水晶耶 沒錯 我們上面有這個Swarovsky 施華洛士奇的水晶 而且你知道是由黑紅白水晶排列 它是象徵我們國際公認市場所專用的手帳 所以是很有紀念意義的 那我跟妳講啊 因為我們為了希望能夠提前慶祝 我們Selina跟影之能夠完賽 並且有好處好成績 所以在今天我們渣渣銀行的林總經理 要提前製正我們非常漂亮的獎牌給我們兩位 哇我們掌聲歡迎他們好嗎 好 首先我們先放到影子再上 是的 我們相信呢 在我們這個腳牌總經理的加持之下 我們一定都能夠順利完賽 而且一定都可以拿到還不錯的成績 好 我們請你走進我們站在中間好不好 然後跟兩位一起來合一走面 在 rough decision的中間 那來我們請兩位可以拿一下獎牌 我們現在好像就已經到達終點了好嗎 inclusive